如果我今天那個Function已經寫好的話 這個Function除了說可以 從這邊去呼叫它 就插入函數裡面可以去呼叫 從這邊呼叫 它會給我Return結果之外 另外一種寫法就是說 我也可以拿這個Function 來Sub裡面使用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數字個數這個Sub 我已經把Function寫好了 但是我沒有寫Sub的話 其實我可以呼叫它 呼叫的方法就是說 我可以在這邊 把這個Sub把它改一下 其實中間這一些也可以不要 For i 等於 第2列到第9列 然後我丟東西到哪裡呢 丟東西到Sales 哪一列呢 第i列的B欄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結果 但是後面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寫 其實沒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 呼叫什麼 呼叫我們下面那個Function 叫數字個數函數 這個數字個數函數 除了說從 插入函數可以用之外 你還可以在這邊用 那用的方法非常簡單 其實用的方法 也差不多 你只要跟它講說 有沒有 數字個 瓜糊 你會發現 它會有提示 但提示它問你說 可是你要 我幫你處理的話 那你要給我一個什麼 原子資料 那原子資料在哪裡呢 就在A欄 同一列的A欄 所以把這個 複製到後面去 把它改個A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加一個後瓜糊 這樣也可以 也就是Function 你也可以拿到SAP裡面使用 那執行的話你會發現 它一樣執行結果就OK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簡化程式 你可以先把Function寫好 然後呢 再丟給SAP去執行 這也是一招 你可以看得懂這意思 其實那個執行 的方式是這樣 它其實我把那個 按那個 主行跑好了 F8 它其實是這樣 F8 它是先跑這個 對不對 那這一行呢 它會跳到 就是把這個東西 E-SAL帶給它 所以 跳到這邊來 有沒有 它就跳到下面去 有沒有 然後呢 把E-SAL那個字 帶過來 然後呢 就是讓它跑完 跑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把 結果 又丟回來 所以呢把這個結果沒有 零嘛 丟回給它 那丟回給它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把這個東西 丟到前面去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其實也可以這樣去運作的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又是一個方法 這個第一個 那 順便講一下 另外的話呢 如果說 這個 從SAP去呼叫那個Function 第二個的話呢 假如說把它復原一下 那剛剛同學有問到一個問題 就說 如果 那個 ASCICO內碼表 其實說真的 一般人看到 都很容易 不能接受 我不知道 不過 剛開始是 確實 不過你看久了之後你會覺得 其實這也沒什麼 裡面就告訴你說 那個內碼的位置在哪 其實你只要看 DEC 10進位的 那個 那個什麼 16進位 這 2進位你就不用看了 反正就看 DEC就好了 對不對 反正 它就是對應的位置 0到127 當然如果你不能接受沒關係 你可以換個方法 同學就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換另外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說呢 我今天 先給一個字串 那個字串叫X 等於什麼 一個字串裡面就是 直接放什麼 0123456789 那我用什麼呢 我就不用去管 ASCICO內碼表 那我要管什麼 我把那個字切出來之後 做什麼呢 找找看它有沒有在這裡面 如果有 那幫我加1 如果沒有 那就跳過去 我應該可以了解這個邏輯吧 所以呢 我要怎麼 切 之後 去找 找的話 我們前面有講過一個叫INSTR的函數 所以呢 其實 這邊呢 第一個你就加一個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邏輯 這一行改寫一下 這樣怎麼改 就是加一個單引號 我不要把它刪掉 我把它拿來 就是 註解掉 註解 因為 有時候你刪掉之後 假如說又發現 好像 第二種寫法不OK 你要改回去 至少 還有存在 不然的話 你把它刪掉 現在就沒有 那邏輯的話 就一副 一副什麼呢 你就去找找看 找什麼呢 找那個字 有沒有 就是 切下來的字 有沒有在 這裡面 如果有 就幫我 把它加一 所以 我們可以用什麼 VBA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 點 IN3 IN 這邊出現 有沒有 IN3 IN3裡面的話呢 錢瓜糊 所以呢 應該還記得吧 它的位置剛好跟 Find函數順序顛倒 Find是先找哪一個 Find test 找錢瓜糊 第二個是去哪邊找 它剛好顛倒 它是先去哪邊找 你先到哪裡呢 先到那個 這個儲存格 所以呢 我就IN3先給他跟他講說 你到那個 跟正一下 不是去了 應該是去 X裡面找 找什麼呢 逗點 找那個字 那個字的話 就上面這邊 所以 密的這邊 你可以把這一串 有沒有 把它 複製下來 就是 切下來的那個字 有沒有 比如說先切1 有沒有在 這個 X裡面出現 後瓜糊一下 那如果呢 有出現的話 它會 怎麼樣呢 它會告訴你位置 那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它就是0 有沒有 有印象嗎 等於0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OK 所以呢 理論上 如果我要把它加1 那應該它就是 要找到 找到的話呢 那就是不能是0 所以呢 如果要不能是0的話 特別需要 這邊打一個 不等於 0 空一個 這樣 這樣就OK了 也就是說呢 你幫我去找找看 去哪邊找 去這裡面找找看 把那個切下來的字 去這裡面找找看 如果呢 它有找到的話 那會是0 慢慢看 它如果沒找到就等於0 如果不等於0 就是表示說 它有找到那個字了 對不對 那有找到那個字呢 就幫我怎麼樣 這樣加1一下吧 加1一下吧 OK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吧 所以好像前面我們 在那個151的那個範例裡面 也有寫了一次的 所以有的時候範本好處是說 假設有些東西你不會寫 你也許可以看那個151裡面的那個程式範例 拿來修改一下嘛 所以有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拼裝嘛 把很多個範本拼拼湊湊的 然後或許你可以湊出你要的結果 說不一定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程式都寫完了 有沒有 In3 去 這個字串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 它切下來的那個字 所以理論上當然這個上面的關鍵就是如果0到9就數字嘛 那A到Z 大小寫的話 OK那就是 不過如果你用英文的話 那你 你也可以怎麼 先大寫再小寫嗎 不用吧 全部大寫好了 然後也是用那個Ucase轉換一下 然後再來比對 好 這樣寫完了 所以理論上 就加這一行 然後呢 改這一行 OK 改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結果會不會是一樣 乾脆我把它輸出到 旁邊好了 C欄好了 看一下如果跟這邊一樣 表示應該OK 給知情一下 有沒有一樣 一模一樣 有沒有 所以這個邏輯應該沒錯 只是說呢 這個寫法 我講過程式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有的時候就看你習慣哪一種寫法 以這種寫法來看 它的好處當然 好像邏輯上面會少一個AND 好像會比較沒那麼複雜 但是你可能要記得就是一定是不等於0 不等於0就是有找到那個字的意思 OK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補充說明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你不用內碼的方式 就是ASC code內碼表 也不用那個ASC函數的話 那你可以用IN3函數 這個IN3函數的話 它其實 用來查資料還蠻好用的 而且它除了可以幫你查到有沒有 沒有 有的話呢一定是不等於0 沒有就是等於0 那如果有 那你甚至可以把那個 之間的字幫我把它節錄下來 所以有的時候這個可以拿來做一些什麼全文檢索 比如說你的資料是散落在 很多個以色的檔裡面 但是你要找那個資料 比如說要怎麼樣 要一個一個開啟那個檔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寫個回圈 讓它自己開啟裡面 然後幫你去裡面找找看有沒有你要的資料 有的話呢 把它 再 告訴你說那個檔 在哪裡 等哪個位置 或者甚至做個超連結 以後 點一下 就連過去就好了 這樣不是簡單多了 所以概念差不多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懂得 回圈 回圈就是處理很多事 邏輯就是你要找什麼東西 你要找什麼東西的那個 那個判斷的敘述邏輯 然後呢 找到之後怎麼處理 對不對 自然而然它就幫你列表了 所以以前可能你要人工來做的事情 慢慢的 都可以用程式幫你全部解決 所以當然我們目前這種就自動化了 至少你可以 幫你做很多自動化 當然目前這個還沒辦法做到AI 因為AI的話可能還要 能夠再增加一個 自動 有點像是 自動幫你辨識 可以幫你 讓它更聰明一點 程式的話不是傻傻的 直接跑到尾 如果你做錯 或做什麼 中間有什麼樣的 變化 它會幫你記錄下來 所以 更為複雜 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我講的 你就是 假設你要用那個 尋找 有個字串 有沒有在裡面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剛剛講的方式 試試看 然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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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